请慢一点 哥 你都好几天不回家了 大娘让我来看看你 大娘说 让我看看这击傘堂里 到底有什么宝贝 迷的你连家都不回了 我知道 就是为了那个女的心情不好 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你看不到我正忙着呢吗 不会是真的吧 这刚多长时间呀 就把你弄成这样了 哥 让她坐了回头叫 你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呀 当初还说不愿意娶人家来着呢 这会儿后悔了吧 也不知道周静心有什么好的 愁得那样 活该 你到底有什么事 如果没事赶紧回去吧 你凶什么凶呀 大娘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那个你的 就是咱们家克星 哥 我来是有正经事问你的 绣球结 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呀 我去干嘛呀 干嘛 那绣球结上 哪个小伙子不愿意去呀 接着自己喜欢 我来是 哪个小伙子 你需要来 去哪个小伙子 那些人 去哪个小伙子 我去哪儿 打来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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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妹一场 要不要我帮帮你呀 到时候 你接到了普尔的绣球 她就成了你的媳妇了 人家都说年龄大的女人 才喜欢当媒婆 你才多大 就有这个爱好了 龙武生 你别好心当生驴肝肺啊 想去就去 不去拉倒 静心 静心 你先吃点东西吧 燕湖 真的有人买我的猪筐吗 对呀 他们呀都特别喜欢你编的样式 还夸你的手艺好呢 那就好 静心 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 会把自己累垮的 没事 只要有人买我的篮子就好了 对了 你帮我问一下 是哪一家老板 喜欢我做的篮子 他有没有 喜欢别的款式 我一定会 尽心尽力为他做的 记得帮我来看 帮我问 好了 快吃吧 都快凉了 烟火 这个你拿着吧 静心让我问问你 老板喜欢什么式样的 他都可以做 其实做什么都行 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谁是买家 你就跟他说 东西不愁卖 有空的时候 让他多做一些吧 还有 这个药 对静心肩膀的伤有好处 你帮我给他 你以为你做这些 就能抵贯你们龙家做的那些事吗 你的良心就好过了吗 与其现在这样 不如当初就属下留情 你呢 你自己给他的帮助 你回到老天 你来想象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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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